凱哥 凱呀 凱哥 凱哥 凱哥幹甚麼? 他好像在手裡上握著東西 不是這樣的,真的嗎? 你看清楚吧 我先進去 娘,你怎麼會在這裡? 我記得,阿滴姐手上好像握著針 站在凱哥旁邊 驗屍報告出來了嗎? 是,出來了… 驗屍報告說江二海 主要射了個量的興奮劑 我的名字是很囂張的 但是跟針筒裡面的藥是… 是…是吻合的 聽說 他們說我…我媽媽碰過的針筒 是嗎?看看清楚一點 好像…真的碰過一點 好像有些…只是你有… 指紋 是呀,只有你媽媽的指紋 那就是說… 行了…不明白,我自己想說什麼 你真的明白就好了 我容易說得多了 就是說你媽媽是有嫌疑的 你是一個警員,你知道程序的 接下來的事情你就不能碰觸 證物也不能碰觸 否則有你媽媽的證據都會變成無效 你明白了 是… 對…你放心 就算是一個普通的市民 我們也不會亂來 何況那個是白帽,對吧? 我們更會認真地查 沒有真憑實據,我們不會冤枉人 你放心,交給我們… 我們先整理一下手頭的資料,好嗎? 我們先跟大隻佬,你才開始 這樣,報案是江二凱的多年老友 張大財 那晚十二點半左右 他就上去江二凱的家 看到江二凱的家門沒有關上 他走進去,看到江二凱的床睡在床上 現在… 而劉榮帝女士當時站在旁邊 手上還拿著針筒 同一位伯母,劉榮帝女士說 他大概在十一點多跟死者談過電話 發覺死者的語氣有點怪怪的 於是就想上去看看他 誰知一到,就發覺死者已經躺在這裡 他拍一下他,但死者就沒反應了 接著就看到那支針筒,拿來看看 就在那個時候,張大財就去到現場 阿明,鑑證科的報告是否你跟隨的? 是呀,份報告證實現場發言的針筒 只有…劉榮帝女士的指紋 證明劉女士的確接觸過針筒 還有針筒裡面的藥 證實是二卡波井 即是江二凱因注射過量而致死的興奮劑 是嗎? 好,明白了 就是說針筒上有劉女士的指紋 也有人見過劉女士在案發現場 還搜集那支有興奮劑的針筒 就是人證和物證都齊了 就是這樣,不可以一口咬定 就說是一把毛… 就是說是劉並替 是呀… 我們特區警察做事要十拿九穩 是呀 不可以亂來 我們雖然有人證、物證 莫丹明說過好像還有一件事 要有什麼… 有什麼… 好,慢慢來… 當我們要證實一個人是否兇手 除了有人證和物證之外 還要有什麼機? 什麼機? 動機… 動機 是呀… 一本是伯母就沒有殺江二凱的動機 是呀,劉女士並沒有殺人動機 沒錯… 所以說有人證、物證又怎麼樣? 沒有殺人動機 對呀… 只是動機 對呀… 林Sir,不好意思,阻礙你們 我想問江二凱是不是出事了 剛有人發現他死了 關你什麼事? 當然關我的事 他跟我們公司買了一份人受保險 受益人的什麼?剛才改了 說起來了?受益人? 是呀,那頭改那頭死了,真可憐 他才是… 保險的 就是說誰是保險的受益人 誰有動機 是呀… BeeBee姐,誰是受益人? Betty Betty 誰是Betty? 我抓到阿良 喝夠了嗎? 整杯飲料都喝光了,你也不說話 現在你媽媽被人指,她是兇手 你經常查案都懶惰 你不是有很多人吹你嗎? 用點IQ吧 我今天IQ告訴我,最好什麼都不要管 什麼都不要管,你是警察 那個還要是你媽媽 真是山九叉才比山尾好 這位市民,用中文解釋你不明白 我用英文解釋多一次 我是一個警察,A Policeman 我阿良是一個涉嫌謀殺犯 A,什麼叫做? 如果我貌貌然插腳插氣 插進去的說話 明明對我阿良有利的證供 都不可以呈堂 那怎麼辦呢? 那就多虧你了 原本市高拔都說我阿良沒有殺人動機 全教你走上來 以為江耳海又替他死亡 又轉了一塊兒肺炎 我怎麼知道 我也不知道阿鐵被人說是兇手 最壞的是我,總之不說那麼多 你不說,我警察都可以查到的 但我阿良從來沒有跟我說 是誰轉了受益人這種事給她的 以我阿良 單屎不偷吃的性格是不會接受的 她想推都推不了 江耳海根本就不讓她知道 連我也不准說 最壞都是我,發手發腳 幫江耳海改名字 你幫江耳海改了一個受益人 原本是誰? 是誰?我帶你… 來,莫探員 海叔的肝本本是有事的 他早前來看過我 我跟他抽血驗一下 我發覺他是肝硬化,很嚴重 嚴重得是不是會死? 我覺得他還是只有一年半載 你也不像,他中氣十足 有時候有些東西表面是看不到的 如果我看得到的話 我一定會抓住他來治療 怎麼會弄得這麼嚴重呢?喝酒 可能是藥物引致 我曾經問過他 你有沒有吃什麼成藥? 他又來治療我 我懷疑他有吃成藥,但他又沒說 不會是那個…就是那支針 這種藥會不會不只是口服的 注射也可以? 那是有可能的 不過應該不關阿弟的事 不如這樣吧 你查查阿海以前身邊的人吧 你怎麼說是麻煩你? 莫范月,怎麼這麼作弄? 肚子餓要找師奶去宵夜 沒有,師奶他們沒上過來 聽說抓到了 對不起… 為甚麼對不起 對不起,我娘是協助調查 你怎麼這麼尷尬? 別走 我進來了,我現在應該做甚麼 甚麼?你聽不聽話說甚麼? 先休息一會 你沒用,快說我現在做甚麼,說吧 你…你到處拍一下,看看有甚麼 好 姐姐,眼睛都花了 你不用抬頭,你冷靜點來,走,來… 是嗎?我第一次偷別人家的 那當然會震一點 這樣會不好一點嗎? 好多… 你別只是聽聽,你進入房間 是 是否到暖了,四處都是垃圾 對了,有這麼多垃圾 有這麼多垃圾,你幫我找個包,全包 收拾垃圾? 垃圾很值錢的 總之有這麼多就包這麼多 來,請你來,開車 如果在這堆垃圾裡找不到你的東西 我一定會真的變成這堆垃圾 我跟你說 別多說了,過來幫忙找吧 這些你不用管我 那就隨便你吧 我看你說這麼緊張,我娘 我才聘請你來 現在人情冷戀了,娘 甚麼?伯母 伯母,我一定有義氣的,學你呢 那就乖,待會兒給你吃餅餅 有甚麼可疑的,像這些一樣 頭髮這樣就放在這裡 你看…我碰到了,我碰到了 捉住,捉住,捉住 捉住,快點 你跌了嘛,你看,捉住不動 不要再玩他了,扔掉他了 行了… 別客氣了 放心… 你怎麼會在這裡?你這麼噁心 你怎麼會去哪裡?現在的政策 你別碰我,我殺了你,我告訴你 我不收了 有鹽蛇,鹽蛇… 不要,鹽蛇,不要,我很害怕 不行了,我死了,不要 別吵,這張東西有點噁心 過來看看 你真壞人了,你甚麼鹽蛇 別吵,我殺了你,別吵我 B&M,是卡拉OK 江二海喜歡卡拉OK嗎? 想不到,他好像只喜歡玩 麻雀、天狗那樣吧 江二海應該不會去卡拉OK的 你說有甚麼人會去呢? 走快兩步吧,我在這兒了 幹甚麼? 紫礁袋女士?這是甚麼地方 Gigi,明晚記得來找我 行,臭小子 再見… 你好 擺明是鴨店了,我現在該怎麼做 靠你了,當然是你去吧 你要我進去嗎?你瘋了,我不會進去 晴晴的唯一線索就是這裡 你怕甚麼?人一輩子一輩子 甚麼都試試嘛,又不會上癮的 死了還是別去死? 你去死了這些東西,就是叫我去死? 不知有多少女人終於下來死 又是你說世神吃完幫我娘的 好,我不怕死 小姐 不用害羞,第一次來嗎? 我在這裡第八組的經理 我叫Robert,多多指教 我怎樣稱呼? 我叫Mary Mary小姐,歡迎光浪 那我介紹一個英俊給你 你喜歡高大威猛還是… 其實我們要找朋友而已 好的,有甚麼能幫到你呢? 我有一個朋友說經常來這裡 叫我來這裡找他 那你朋友叫甚麼名字? 叫晴晴,不知道他到了沒有 晴晴小姐,但他今晚沒來 他沒來,我就下次再來 小姐,不如我介紹一個 剛才聊的英俊跟你聊聊天 說不定小姐,還會來呢? 也對,他約了我 那就叫他叫那個人吧 是不是波波呢? 就是波波了 Mary小姐,你先坐一會兒 很快來,波波 好… 我幫你 喂? 怎樣?有甚麼環境? 我不是震撐騰騰嗎? 不用緊張,我只是在下面而已 你有甚麼事,我立刻上來 剛才我看見那個波波傘 說打一個叫不知甚麼波波融進來 他說停停運開的 我以為我會吐到的東西 進來…就這樣 是,這位波波,這位Mary小姐 我好招呼Mary小姐 你好 Mary小姐是嗎? 是 我叫我波波 波波先生 你好 你好 Mary小姐,當然是第一次來這些地方 你這麼害羞 是,我有一個好朋友叫晴晴 他說他經常找你 你這樣做就不對,要我爆客人的事 給你聽,我真是稱讚他,你會吃醋 我彈他,你會告訴他 這麼笨的事,我是不會做的 波波波,你怎麼做呢? 沒有,我跟晴晴本來很熟 打算一起下來找你 可以整天稱讚你 最少我的電話簿就掉了 所以沒辦法了,真是… 找晴晴?容什麼?我有… 波波,你自己回房間 波波,你真是想走 Ivy姐,波波在陪客人 不好意思,Ivy姐 我知道你很想念我 不過這樣你令我很難做 我先過來,很快 可以,我要現在 很快點 不是吧?整個馬拉雅的男朋友 都會忍受 阿婆,你在形容我嗎? 是呀,我在說你,高秀平 這位白馬先生 是… 這間房間和波波都是我訂了的 麻煩你叫這塊脂肪出去吧 你耍東西,馬拉雞 誰敢跟你耍東西?人形脂肪共同大 好,Lobber,一張做… 總統單位 你永遠都要這個 我現在咱捷 你怎麼… 我現在啊,我們… 我原來… 我現在… 我看一下 我先說,你不給你 我剛好,我剛好… 他…你怎麼說… 你為什麼… 好, 阿朗, 報答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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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好聽了 不是真的這麼開心嗎? 先生, 沒事吧? 沒事… 先生, 有甚麼可以幫你? 我約了我女朋友等我很久, 不好意思 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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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那麼快, 沒那麼快… 快點… 晴仔, 我想你不能走 不能走? Mary… 不如我幫你脫衣服洗個澡吧 原來你喜歡玩這家東西 放心, 我顧客至上 我來的, 是呀…綁著你 原來你喜歡玩這個級別這麼高 不怕, 我是專業的 好, 你想把人家藏起來嗎? 你這種級別, 我怎麼跟你玩呢? 好, 我想把人家藏起來 你每天都瘋了 我就想出來做, 也有媽媽生的 你以為有錢帶光嗎? 別動, 警察 沒有…沒有, 阿Sir, 換衣服而已 女兒, 女錯人 別動了, 拳, 贏 你真是這麼開心 人不是這麼冷, 怎麼全身都震了? 很害怕嗎? 那樣是怎麼死的? 我不知道, 與我無關 與你無關, 他死的時候是你現場的 他有興奮我的 是他想和我好回來 那個死老人蟲 他一和我好回來就想和我揹 你明知道你還想去嗎? 是他打電話說有重要事找我 我才上去的 我上去和我告訴我買一份保險給我 受益人寫了我的名字 那就是賣了錢吧 法醫官認實 江二凱是被接受注射大劑量的 二卡方井致死的 現場又留下同等劑量的針藥 很明顯他是有接受長期注射的 我和他打的那些是狀陽藥 江二凱沒了那些要根本就不行 那晚是他和我說 說想和我好, 是他叫我打針的 是他叫我和我打針的 你穿衣服吧 你這個賤人, 你想殺死我嗎 外哥… 你穿衣服, 你穿衣服 外哥… 你這麼不穿衣服 外哥, 你…你幹什麼, 外哥 外哥, 你別嚇我 外哥 那些針一向都是這樣打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突然死了 真的與我無關 你是個保險受益人 他死了, 這次全是你的 是, 我是為了錢和他在一起 但我還是拿回應得的東西 小姐姐, 我沒殺過他 真的沒有, 與我無關, 真是與我無關 有答案嗎?晴晴就是兇手 不過他口口聲聲說與他無關 與他無關, 藥是認是他的 針也認是他打的, 不是他, 是誰 現在問題是 晴晴強調替江二海打過很多次針 都沒事, 還說每次都跟了份量 但他不知道為什麼 這次的份量會多了幾倍 多了幾倍很簡單 想江二海硬快點, 人死早點 就是這麼簡單 總之這件案子就敷枝欲出了 莫探員, 你同意史Sir這麼說嗎? Sir的精明當然也是敷枝欲出 莫探員也這麼說 總之現在晴晴強調替江二海 就有了人動機, 有了證據 可以下叉廚了, 太太 是, Sir 史Sir, 這件案子真相大霸了 伯母也不用繼續找到拘留所了 立刻放人, 是不是? 這個當然是 伯母, 你沒事吧? 什麼事?都是邪不難勝正 伯母… 千姨沒事回家吧? 晴晴 我們走了 龍鳳劍, 都是因為你 如果不是你, 我怎麼會弄成這樣 你現在開心了 我? 當然是你 如果不是你, 我怎麼會無緣無故殺人罪 我根本算從來都沒有殺過人 你快走 我不明白你說什麼 你就是龍鳳劍 我還是叫龍鳳劍 當年我在魏尊的時候 每個同學都要選一個大老官禮賀 老師幫我選了一個龍鳳劍 但是我後來才知道 龍鳳劍根本不是大雄大子的老官 和任者先者, 根本就沒得比 阿晴 是 爽手吧, 到你了 我這個翻版的就更加沒運行 畢業之後, 只能把香斑 這些四周圍的三樓戲斑 每次都在小台開鑼鼓 還是每次都坐不滿 以為出城市就會有很多機會 誰知還是找招不得慢 但有什麼辦法呢? 自己除了會演戲, 什麼本事都沒有 就唯有捱下去了 其實當時我已經打定輸數了 以後的日子, 唯有跟著戲斑 到處去做一些沒人看的戲 但沒想到那次是三鄉開鑼鼓 我打… 好啊, 打得好啊 好啊, 打得好, 打得好啊 想不到你們這群演戲做得這麼不好 我很久沒看過公武看的武寵打虎了 我江如海在這裡敬大家一杯, 辛苦了 是… 辛苦…來 這道菜有什麼不對的儘管說話 別客氣啊, 別客氣啊 怎麼會客氣啊?不知多豐富就真的 是… 這項我們來到三鄉開鑼鼓 認識江先生你, 是我們榮幸的 千萬別叫我江先生這麼見愛 如果大家兄弟給面子 就叫我一聲海哥 謝謝海哥… 海哥, 我們還有幾天在這裡做的 你要多點來捧著他就行了 有什麼所謂 我聽說你們團友叫新鳳劍 做武寵打虎 怎麼跟當年的龍鳳劍相比呢 我是當年龍鳳劍的忠實勇品 想不到進來一看 你做的武寵真是 跟當年的龍鳳劍有所謂的風範 做得好… 謝謝 你真名叫什麼? 我叫晴晴 晴晴?好, 侯殺可惠 真是想不到, 怎麼都停了? 來, 有… 你快吧, 監獄… 我做的武寵打虎 是否真的好看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在香港來的有錢人 他是看中了我 他年紀大了一點, 做得到我爸爸有餘 但這個男人可以替我擺脫以下的生活 在這個時候, 我根本就是沒得選擇 所以我要在他還沒回香港之前 決定要跟他在一起 對 本來我打算跟著他 誰知人算不如天算 海哥, 這樣是什麼意思? 這裡有幾萬元, 你就慢慢用 我和鄉里已經商量過了 如果你不想再下班的話 他們會介紹你去工廠做的 海哥, 我不明白你想說什麼 你想說什麼? 自己知自己事, 我幾十歲了 如果和你這些年輕人在一起 只會有心無力 不必浪費了大家的時間 海哥, 你別走 你別走, 有些事無所謂的 我可以繼續服侍你 我一直覺得很開心, 海哥 不行, 都說不行了 搞法律棧搞得你又不開心事 我又不開心 海哥, 如果你離開了 你叫我以後怎麼辦? 還好嗎? 都比現在還好, 大家好來好去 這五萬元就算是我對你少許的補償 你喜歡怎麼花就怎麼花, 就這樣算了 海哥 我走得出氣斑 就不想再回去做一些二打六的文武生 也不想去工廠打工 我更加不可以回鄉下 剩下這幾萬元, 我就能吃多久 到了這個地步 我根本就不可以回頭 如果可以和海哥在一起 我還有機會到香港過一些新生活 我怎麼都不可以讓這個機會跑掉 我一定要想辦法 你說的問題, 不是沒辦法的 真的嗎?那全靠你, 醫師 圓湖濟勢, 是我們做醫師樂意做的事 什麼病都好, 最重要是對症下藥 你說的問題, 我的確有種藥可以幫你 只不過… 不過…不過是什麼意思? 我這隻勁力膏不是這麼簡單 它集齊人心、綠容、苦膽、靈知 加上幾十種名貴的中藥 和我的祖傳秘方煉製出來的 絕對可以說弱到病除 簡直可以起死回生 很重要的, 只不過藥這麼名貴 價錢那方便 那要多少錢? 好東西一定是貴的 我一次過給你四伏藥 每一伏就五百 五百? 四伏, 那豈不是要二千多元? 性藥難求 好, 我買醫師, 我買 阿醫師, 就是這樣 這裡就是這麼多種藥的精華所在 我看到這支藥,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但它關乎我的將來 多貴也好, 我一定要去薄一薄 這是什麼? 這些是可以幫你的藥 我會很辛苦才找到回來的 我都說就這樣算了, 你還這樣… 凱哥, 我真的很捨不得你 藥是在姐妹們介紹的, 說很有效的 我已經幾十歲了 你還搞這種事幹什麼?算了 凱哥, 你不是嫌棄我服侍得你不夠好嗎 不是 不是, 你怎麼一定要走呢? 我都說 我知道, 你說你不想大家都不開心 但是現在有藥可以幫到我們 那什麼問題都沒有 我… 我明白了 除非你原來一直不想跟我一起 你根本上是不喜歡我的 是否真的行? 是否還能去做 我們才能去做 我會拿走 我會把你負責 我真的想到你 是否還給我 我會把你負責 那是否還可以 會做什麼 我會有興趣 我會把你負責 我會做什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些細胯歪斜斜, 跌傷下來, 撞瘀了一隻腳 是, 這麼討厭的 馬上去看醫生 謝謝, 海哥 如果有什麼事不夠, 你就說話 好… 阿晴, 你明天在銀行拿幾萬 等在家裡, 馬上兄弟有什麼事 叫手就有用吧 海哥 叫你做就做吧 我回去看看醫生 小心點 好… 送財哥出去 謝謝… 海哥, 其實財哥還是跌倒了, 肯有鐵膽就行了 用不著給幾千元這麼多? 有所謂, 多了就等錢買東西吃了 小了就說麻煩了 但總會這麼多兄弟, 今天這個來又說拿幾千 明天那個又拿幾千 那多多錢也不扣派了 錢財是新外物, 又不帶到棺材 洗光就有他洗光, 慢慢選我家吧 我知道他覺得自己這麼老 都打算花光錢才死 他每次這樣派錢都說為了兄弟 那我呢?他派了錢之後 那我以後怎麼辦? 我知道每次問他, 他都很不開心 但我真的很擔心 是這樣的性格, 他不會改的 如果他真心對我就說 但事實也不是這樣 大家多尋找點, 勵勵自尺 好… 好, 我就… 來這裡玩吧 好, 謝謝漢哥 來… 謝謝漢哥… 隨便坐, 隨便玩 好… 這樣就行了 對, 聽說你上個星期又聽到一個孫子 是, 如果遲一點可以上電視 有所謂的, 最重要的是 生生猛猛, 生生勝勝, 零零零零零 是嗎? 對 這裡是你和你的兒子孫孫的 初初出生後都算了 漢哥, 剛出生後就不用了吧 是 給了出去的利是怎會收回頭呢? 真是大吉利是 謝謝… 漢哥, 恭喜發展 恭喜… 恭喜你, 恭喜你青春常駐 恭喜你每年都這麼健康 我專程林峰是大利是 謝謝…你每年都是這樣 在兄弟面前說這種話 是呀, 兄弟是人都知道 我是你的戲迷 坐吧… 來… 阿晴 來, 這個就是我剛新請回來的幫手 她叫她晴晴, 好像你的 似我 是, 這個就是真正的龍鳳劍 原來你就是龍鳳劍 是閒風年的事 你說久了 但我還記得你那套武衝打虎 是, 我在三鄉那裡 看到她的名字叫做新鳳劍 而且還做武衝打虎, 我才去看 她做起來, 挺像你的 真的? 是, 但火候方面當然不及你 在龍鳳劍面前做一段武衝打虎 讓她指教你吧 哪裡有人這樣說話 指教就不敢當, 我都忘記了 你謙虎 誰不知道你龍鳳劍當年 是紅遍省港澳的 你一演戲我當然要看 我一看你的戲的時候 簡直連呼吸都不敢休息 我終於知道她為何會選中案 不是因為我的樣子或年紀 而是因為我扮龍鳳劍 她的心只有龍鳳劍 我只不過是她的替身 既然我遮擋板 我留在她身邊還有什麼價值 我為何不為自己打算一下 凱哥 幹什麼? 明天有幾條數要找給別人 我怕你明天不記得 那就明天才簽, 行了 不是的, 凱哥 你知道你了, 每次打完針後 明天一定不清醒, 一定很累 真的? 凱哥 又要什麼? 其實還有一條數 一條數, 後天都要找給別人 不過算了…也不急 好了, 我簽訂幾張給你 你還要什麼時候拿… 看看, 夠了嗎? 真的就行了, 謝謝你, 凱哥 他其實只是一條老任蟲 他和我一起只想和我好 再去個龍鳳劍的代替品 他根本不是真的對我好 如果我有一點逆去意識 他就會哭打哭死地對我了 我們沒理由給他錢的 有沒理由由你說的嗎? 我這裡跟別人說 我們總烏的人一樣包生養死了 現在你這樣是不是想落我面子 還是想死? 無論如何都不可以打女人 他從來沒理由我感受 明明西哥是他的兄弟 我只不過幫他保住錢而已 他反而又打又罵 別跟我說話, 錢是我的 我喜歡怎麼給你怎麼給 那我不是這麼說, 凱哥 錢是你幫總會的兄弟保管住 也不是你一個人的 凱哥, 我是為你好 你想想, 你這樣拼錢 錢派和多多錢也不夠你 你膽敢敢跟我說話? 你又瘋了 你又瘋了, 嚇死你了 凱哥 你這種脾氣幾十年都不改 動一點就打人 原來學得住凱哥的 就只得龍鳳劍一個 我在他心中根本就沒有地位 既然我和他的關係都遲了沒有了 不如讓我先發責人, 拿回自己應得的東西 文港三鄉果業總會會所 根據這幾份文件 江二漢先生在2001年 分別將這兩個物業 轉到晴晴小姐的名下 我沒簽過什麼文件? 周輝時你跟我說公事 就要我簽文件?原來你… 你別說這麼多 我今天來只收回這兩層樓而已 如果你不想被人趕走這麼沒面子 麻煩你撿職, 扯吧 你這個賤人 你們知道嗎? 你敢我打我 當他知道我拿走他的東西的時候 拒除了生氣, 連打我都不敢 我那一刻終於知道 只要有錢就可以自己決定了 不可以, 不要打我了 跟這條路人從沒關係之後 我覺得整個人都輕鬆了 好像重新做一樣 現在我有錢 我可以做個自己喜歡做的事 個自己喜歡過的生活 誰知道… 電話, 快點, 聽電話 阿威, 你還敢來幹什麼? 怎麼樣?打給我… 我真的沒想過他會再找我 還態度變成這樣, 為了求我 我自己一個人孤苦伶伶 想再和我在一起 而且還買一份保險給我 你發力吧 這份也不算是什麼禮物 我買了五百萬的人受保險 捨得你受益人 我跟了他這麼久 難得他有件事留給我 還算是記得我 反正他也不能等多久了 不如臨別抽吧 讓我做一次好人 令他過得開心一點 當然了, 但是那天晚上他… 海哥… 你說如果不是因為你 我怎麼會弄成這樣? 我像你, 一點也不像 你說你自己冤枉的 大把人幫你, 大把人放你出去 我呢?我也是冤枉的 我從來沒殺過人 有沒有人理我?